在临近打风的日子 一次跟大家分享三宗案件 不是分享 是之前已经说过的 三宗案件我之前也曾经出片过 而且不止一次 现在就说说跟进最新的进展 首先就是女保安占心结的案件 有关这个人 我不止一次出片说他 说他也不止是一宗案 因为他牵涉几宗案件 应该是两宗案件 首先是枪杀他的亲戚 枪杀和枪伤的亲戚 然后上诉 许可被驳回 然后他再向终审法院上诉 终审法院也驳回 昨天就驳回了 所以今天就跟进这个情况 另外他也牵涉到 没多久之前 有关他用三十万 利诱一个小缆的职员 希望令到他可以判医院令 企图令到自己可以被判医院令 早点可以放监 不用判终审监 最后判医院令到他罪成了 昨天在三十日 周三时 再拨回了他有关枪杀 亲戚的宗案上诉许可 因为他上诉到终审法院 我再回顾一下 其实他用什么理据 上诉到终审法院 其实我之前说过 他用精神病人神志失常 即是他在 原审的时候 他用精神病减责 作为抗辩理由 即是说我真的杀了他 而且我当时真的特意杀了他 有意图杀了 但当时有精神病 精神病法令到 我不知道原来这样做是错的 甚至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就认为应该要减责 去到变成误杀 他在上诉的时候 上诉庭和终审庭的时候 都用同一个理由 在上诉庭的时候就说 现在你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你似乎要我证明 我是精神病 引致我犯这种案 这样就变成了 举证责任在辩方 我之前说过 因为我说了长一宗案 引致我说了很多有关精神病的处理方式 也有提到这一宗 其实 你说 举证责任在辩方 是 在这个环节里面 就是举证责任在辩方 但你不能忘记 就是 你本身 这个所谓的精神病减责 就是 控方要证明了你真是谋杀 控方要首先证明你是谋杀 而且所有 谋杀的控罪元素都聚成不了 然后 你先再以精神病作为减责理由 因此而认为 举证责任是在辩方的 要你证明自己是精神病 是因为 控方已经进了责任 证明了你是谋杀 然后你就要证明你是精神病 所以 这样的情况 上诉庭就认为 这样不算是举证责任在辩方 所以 不批出上诉许可 然后 为什么会上诉许可到 终审法院呢? 就是认为 这是涉及一个重大法律 原则 这个重大法律原则 应该在中院里讲一次 之前我上一段影片也讲过 上诉庭和中院 之所以有时会发出上诉许可 因为涉及一些新法例的原则 这个不是新法例 现在有关精神病减责 不算是新法例 但他认为是重大法例 这是很重大的 因为牵涉到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举证责任在辩方 他就说 精神病减责没有理由 举证责任在辩方 也有说到 误杀的另一个抗辩 就是 激怒 不能自控 抑郁赵不能自控 都是由控方去举证的 为什么 精神病就由辩方举证呢 所以他就认为 涉及一个重大的 法律争议 所以希望中院 去做出裁决 当然中院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讲过这个话题 很多 很多次 就是 误杀之所以 分成两种 一种是 至少两种 一种是精神病减责 另一种是 激怒 不能自控 两种 为什么举证责任会不同呢 就是 本身如果你是 激怒 不能自控 就代表 你不能自控 即使你没有了 心态元素 就是意图 想严重伤害对方 或者 想杀死对方 因为 激怒 不能自控 你不能自控 只是没有 专专的意图 所以 就要由 控 由控方证明 你不是被激怒 不能自控 这个 的确是 举证责任在 控方的 因为 你 控方有责任 证明 你是 有了所有控罪元素 而其中 包括心态元素 而心态元素 包括 要证明你是 意图 令对方严重的 身体伤害 或者 杀死对方 如果对方说 我是 被激怒 不能自控 说出一个很合理 似乎有合理的可能性 你就要证明 他不合理 这就变成了 举证责任在 控方 但是刚才我说了 就是 精神病不同 精神病就是 你首先 控方 要成功 已经证明了 所谓的控罪元素 包括已经证明了 你的意图 就是严重的 伤害对方 或者 杀死对方 在这个基础之下 才要证明 你是精神病 所以 基本上 法律原则上 是没有打破 举证责任在控方 所以 终审庭 就认为 根本 没有胜算 这是 很简单的 法律原则 不需要 到中院 再说一次 而且 其实 以往这么多年 很多人 用类似的理由 向中院 或各地的最高法院 提出类似的争议 类似的争议 在各地的最高法院 都是同一个 裁决 就是认为 这样的情况 举证责任 仍然应该 由辩方 因为 控方 已经完成了 举证责任 完成了 证明你是谋杀的 举证责任 OK 所以 必然 他是 被 拒绝 发出上罪许可 OK 这就是 这宗案的 最新的 跟进 另一宗 也是 刚刚发生 刚刚判刑的 刚刚判刑的 有关火烧人夫妇 围观案 之前 我也很详细说了 又很详细说了 我这次 不再去复述了 完全是因为 在上诉的时候 张维利盈法官就说 你的法律 裁判官的法律 观点有错 所以 希望 最后 你就医回你当时的事实裁决 然后 就根据我的法律观点 再判多一次 我上次那段影片 好像 除了说第158 好像是 第148 你看看 大约 第146 我忘记了 我昨晚看过 但我不忘记了 我听完之后 我发现 真的很详细 我已经很详细 将整件事 来来去 说了 所以大家可以重温 为何今次的法官 会再重判 判去有罪 很简单 既然 张维玲 叫你 医回你当时的事实裁决 根据我的法律观点 再判一次 而我的法律观点 是认为 这样的情况 他是有罪的 你根据我的法律观点 去做的话 当然是会有罪 这样判的话 OK 所以大家 有兴趣想知道 为何火烧人 这个围观的夫妇 最后会被判 有罪 然后坐监 5个星期 然后重温 回到我的影片 不过我一定要在这里再强调 就是 我看到 这个星期前几天的报道 仍然好像捉不到他用神 首先就是 明明法官是叫你 医回当时的事实裁决 和我的法律观点 去重新考虑 张慧宁是叫裁判官 跟着裁判官当时的事实裁决 然后根据张慧宁的法律观点 去重新考虑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考虑空间 就是起判有罪 但是我看到有些 传媒 在引述的时候 似乎引述错了 他就说 他就说 其实法官今次 今次重判的时候 就是说 根据他的事实裁决 和法律观点 根据张慧宁的事实裁决 和法律观点 重新判过 那不是的 张慧宁是没有权 作出新的事实裁决的 张慧宁是叫裁判官 根据当年裁判官 自己的事实裁决 和张慧宁的法律观点 重新判过 我看到有报纸引述错了 另外 报纸也没有强调到 就是 但是 其实 张慧宁在说 你之所以会令公众安宁 有可能受到破坏 是因为 那两夫妇 指着被火烧的人 去挑衅他 而被火烧的人 其实不是 只剩下的口 他是有行动的 刚刚跟人有冲突 而且 死不肯走 他也跟人有对骂 所以 其实张慧宁的意思是 你对着被火烧的人 后来被火烧的人 你这样骂他 其实那个人是随时 还击的 所以算是一个 惹起公众的秩序 有危险的可能性 OK 不是说 他这两个夫妇 是会惹起 有人 去淋这个人的火 OK 我看到仍然不太明白 似乎那些报道 并不太明白 原来 张慧宁在说的 挑衅到别人 有暴力行为 说的是 挑衅到被火烧的人 有暴力行为 而不是挑衅到 黑衣人有可能 用火烧他 OK 张慧宁在 上次的判事 说得很清楚 当然 张慧宁自己的语言 就是 你这个行为 会令到对方 令到被火烧的人 或者围观的人 有 有行动 有攻击人的行动 但是他后来 跟着描述的可能性 就全部都在说 那个被火烧的人 的行径 认为他是有可能 会作出攻击 对其他人作出攻击 所以 事实上 首先 不是说 这两个夫妇 煽动其他人 令到被火烧 而是说这两个夫妇 这样的行为 会令到被火烧的人 很大可能 会还击 或者动手打印 所以是引致 公众的安宁 受到破坏 这个风险 OK 这个似乎 我看这么多报道 都没有 指出这一点 OK 第3个案件 我想说 就是 两名医生 被判 被告误杀的问题 首先 我回估一下 中案 当时我说的是 随口说的 头几段 我记得 是有关邓桂斯的案件 因为他是月形肝炎带菌者 然后 肾病入医院的时候 那两名医生 没有根据 因为他是月形肝炎带菌者 而开适当的药 所谓的 开漏药 令到他 肝的急衰 肝的急性肝衰竭 引致他 后来8月的时候 死亡 所以 被判 被控的一项 吳杀 前几天 再提 在适行的时候 撤销了控罪 那 律政司 控方怎样说 为什么 撤销控罪呢 他的说法就是 考虑到刑事检控守则 令他多次复核的时候 认为 应该要 撤销控罪 所以 有些人 就质疑 什么是刑事检控守则 是不是 弹出弹入 为什么有时高 有时不高 专业失德 有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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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失德 专业失德 有时是误杀 有时是误杀 有时又不是误杀 那就很嫉弃 被人说 很嫉弃 OK 没错 观感的确是有嫉弃的 我也认为 这样的观感是有嫉弃的 但是这个嫉弃的观感 正如我之前 在福州号无销案 有时都说过 一个 仪欺的观感是来自严谨 严谨而引致仪欺的观感 这个我们是不可免的 就好过因为保持严谨的观感 而实际上仪欺 OK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为什么会引致仪欺的观感 就是因为你弹出弹入 为什么会弹出弹入呢 因为你有时高有时不高 为什么有时高有时不高呢 因为你 每一段时间就再检视一下 究竟是否适合检控 这是严谨的象征 当然 如果你对律政司 不太有信任的话 就觉得这个象征 就不太严谨 但是 事实上这个设定 就是一个严谨的象征 而所谓的刑事检控手术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很特别的 所谓的刑事检控手术就是 律政司其实是要时不时检视一下 究竟现在要检控的案件 每一种案件 其实是否适合继续检控呢 当中是涉及什么考虑呢 其实有很多考虑 例如 究竟有没有合理的胜算 有时 我决定告你时 觉得有合理的胜算 但原来 我再详细点搜证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胜算 不是那么大 没有一个合理的胜算 当中涉及 究竟证据是否充分 因为我们最初的时候觉得 证据很充分 然后我们真正去继续搜证 拿证人 或者 检取相关的证物的时候 就发现 证据原来不是那么充分 又或者 原来我想去上庭的证人 原来不是那么适合上庭作工的 原来可能有些人 精神有问题 有可能智力有问题 有可能有些年龄 去到某些 情况之下 可能有内疗痴呆 或者 有 各种的问题 令到他 原来 在这个时候 突然变成了 不适合作工的 当然有危机就是 由适合变成作工变成不适合 可能失益 另外有些例子就是 为什么证人会失益 有些黑暗的操作 的确会有这个危机 另外有时 就是证人飞着 证人已经不在香港了 也会想 不觉得他会回来 这个情况之下 甚至邀请他回来 他不肯回来 例如 其实南亚海难的 寺恩言讯 现在有些证人 其实都真的 想他回来 他不肯回来 是会引致 开庭是有困难的 凡事种种 很多事情会令到 情况变了 证人就要不断 审视 一宗案的合理胜算是否仍然存在呢 证人是否仍然可以上庭呢 甚至 他突然发现了 上庭的证人 原来 跟某一方有物质关系的 引致证人是不可可靠的 甚至不可以 用证人的证人 也有可能的 这次是什么呢 这次是 究竟为什么会引致 控方会撤控呢 糟了 我已经说得很长 不过我都说了 因为今天说了三宗案 当是补回前两天也没说了 我们现在试一下 试一下 究竟 律政司律令间撤控是什么原因 引致去撤控呢 我们回想一下 究竟 为什么由专业失德 变成了 告评误杀 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五个规定 就是有五个考虑 如果你专业失德 而符合以下这五个考虑的话 就要转告你误杀了 我重复这五个考虑 第一是被告对死者是否负有谨慎责任 这两个被告是否真是 是否真是死者的主义医生 或是在那方面主要负责的人 第二是 是否真的有疏忽地违反有军谨慎责任 简单说正如我那段影片也说过 就是在这种案子来说 开漏药 其实是错误判断 还是疏忽地违漏 如果错误判断 可能就不属于犯错 因为有时 某些情况之下 10个医生有10个说法 我是这样判断 因为要开这种药 另一个医生可能会认为 不应该开这种药 有这个可能性 那会不会这两个医生真诚相信 是不应该开这两种药 又或者是不需要开这两种药 所以 究竟它是 疏忽性的遗漏 还是错误的判断 如果是错误判断 其实不算误杀 是疏忽性的遗漏 才算是误杀 所以 如果律政师要告它的话 就要证明到 它是疏忽性的遗漏 而不是错误的判断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 究竟是否有合理的预见 如果违反这个谨慎责误 是会导致死亡的风险 严重的死亡风险 在这种案来说 意思就是 开漏药 其实在这一次的判断里面 是否明显地可以预见 会死亡 这跟第二点 是有少关系的 如果你是 错误判断 如果错误判断的话 就没有了 就一定是 不可以过去误杀 但如果在疏忽性的遗漏 这个疏忽 即是开漏药 这个疏忽 究竟是否真的会死亡 是否合理 正常一个医务人员都会知道 这样的情况会死亡 如果是 才可以告他误杀 所以 控方就要证明 就要证明 其实 一个正常的医生 都应该会预期到 开漏药 是会导致死亡风险的 第四样 死者的死 真的是因为这次 开漏药而引致 什么意思呢 其实 就算不开漏药 他也会死 这次死亡 当然 现在开漏药 和他死亡 在时间性方面 好像有因果关系 问题就是 两件事相连发生 不代表有因果关系 所以控方就要证明 两者有因果关系 即是两者不单是 时间性才有发生 而且是有因果关系 是因为开漏药 而引致 他的死亡 这是第四点 控方要证明 第五点 就是说 这个修复遗留 是異常之大 应该受谴责 大到要用刑事的制裁 这是一个主观 主观就是要用陪审员去考虑 现在就是控方切控 为什么突然又要告他 不实际不告他 从以上这么多点 你会发现 原来主要是要专家证人证明 例如第二点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 究竟他是 判断错误 还是 专专与疏忽的遗留 即是 是一个疏忽的遗留 是专专判错误 即是我专专认为 是不需要开药的 我不是遗留 我是判断错误 还是他真的不小心 这个似乎 除了被告自己的证供之外 就要靠专家证人的证供 去证明他是所有的遗留 似乎是要专家证人 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 究竟是否合理预见得到 如果这样开药药的话 会引致死亡风险 这个似乎是需要专家证人的证明 控方以后是专家证明的证明 第四点 要证明两者是有因果关系 不只是时间性的一先一后发生 这个更加明显是需要专家证人的证明 你看到原来这五点其中有三点 一定要由专家证人去证明 当然第一点也是 第一点 远方可能需要出来证明这两个医生 就是要扶起这个人的谨慎责任 五点里面有四点 是要专家证人去证明 即是说 控方的很重要举证的证人 就是专家证人 现在由 由告起证人变成了 不告起证人 我有理由相信 估计 我有理由相信 原因就是 当控方在找专家证人的过程里面 碰到钉 他找不到相应的专家证人 去证明 这四点 是应该由 就是证明 他是要扶起 紧实战 他是能够合理预见 这个疏忽 遗留是会引致死亡 而这个 不是一个 疏忽 这个不是一个 判乱错误 而是一个 真是不觉意的 疏忽 这些事 再加上要证明 他是 不单是先后次序 而是一个因果关系 似乎要证明这些事 找到专家证人出来 律政司发现 不是那么容易 可能他发现 找到专家证人 说出来的事 似乎 未必是帮到控方 甚至是帮辩方 我们会想 这个情况 大不大机会出现 都真是大 比着你 作为一个医务人员 这样出来做 因为上次我们说 就是 当 这两个医生被人 告误杀之后 引起这个界别的 很大恐慌 其实不单是这个界别 很多界别的 专业人士 都觉得 有恐慌 即是 我一个专业的人员 作为专业人员 原来 有些疏忽 或者做错事 医死人 是会被判 被告误杀的 但是有时 真的无可避免 医死人的 因为 每一个 医疗事故 都有 每一个医疗行为 都有 相应风险 如果因为 这些风险发生了 而引致我要被告 便很危险 即是救生员 如果救生员 虽然是要 确保 游泳的人 安全 但也有可能 真的 我看到他 他真的没有呼叫 他真的死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真的死了 我没有理由被判 不杀 太重罪了 在这个情况 这个呼声之下 我相信 要找专家证人出来 证明 咬死 这两个医生 似乎 都真的不容易 OK 所以我相信 我相信 再猜 再猜 难道 即是发现 原来不容易 而引致去切控 OK 也是那句 所以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作为专业人士 你做救生员的 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 你当职的时候 有人死了 你就要被判 当然 你当然要负起你的 就是谨慎责任 但是 我都认为 某些 崗位 其实 无可避免 会有 会有死亡 就是会避免死亡 尤其是医疗 OK 那 可能 真的很多人会害怕 明明一个正常的 医疗 我没有做错的事 都会导致对方死亡 而对方说我 不要导致对方死亡 就是 我没有做错的事 都会有人死亡 做对的事都会有人死亡 而对方就说我 令他死亡 所以 我就被判 会不会太多 得人害怕呢 从这件例子来发现 原来 门楼也真是很高 所以你会相反 这样说完之后 你会相反地 会不会太得人害怕呢 即是没有监管 即是 如果那些医生 真的是 枯陷失责 即是很疏忽 那么你又没有 没有一个惩戒 又不用太害怕 这两个医生 虽然切控 但他都 一颜汗 我想任何人 任何人都正常的 都不会想自己 面对一个这样的状况 任何人都不会想自己 是 医死人员 我觉得 本身 医务人员 我们会给他们 相当的信任 所以我就不觉得 我们会很害怕 因为这两个医生 我们告不到 误杀 就会令到 以后的医生知道 原来是告不到的 怎样都告不到的 我就乱来了 或者 完全 完全不负责任 我觉得 似乎社会 又不是差得那么紧要 OK 最后也是那句 不要觉得 但出但入 是太过的疑气 我觉得有时候 是严谨 而引致疑气的观感 我们 选择方面 我个人来说 都会选择严谨 虽然引致疑气的观感 但是 都应该选择严谨 OK 好了 很长期地 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 明天再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